民進黨高雄市的市長初選 所以主要的人選是 劉士芳跟陳其邁 當時劉士芳的立場 就比較傾向於 在事件發生之初 就傾向於維護慶富案 上節目談慶富案內幕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 吳子佳爆料當初的消息來源 原來是他 高雄的某陳姓立委 就提供我一些訊息 當時我就 2017年我就在電視上爆料 高雄不是也只有一個陳姓立委 你可以查查看是誰 結果我就報出來 我說慶富案長達三年時間 貸款17億 陳姓立委在高雄就這麼一位 現任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吳子佳透露 當時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之爭 慶富案被當PK籌罵 他長期扮演著高雄市銀行 放款第一大客戶 這個當然是有 我的消息非常正確 然後我就提到說 當時有一位常務董事叫許立民 那許立民根本沒有這種金融專業 他在裡面擔任常董 就擔任放款 所以我質疑不具備 擔任銀行董事的資歷 吳子佳指陳菊為愛將劉施芳奔走 還安插心腹許立民到銀行當長董 如果你去查慶富案的話 去查慶富的賬的話 他對所有高雄地區的民進黨 大部分的立法委或是議員 通通都有捐款 他是全面性的 他是鋪天蓋地的捐款的 一年多前 綠營為高雄市長初選 廝殺刀刀劍骨 事後秘密曝光 吳子佳洩漏 陳其邁才是他的生喉嚨 記者彭里德 邵日敏台北報導